他和刘翔的奥运冠军仅仅相差20分钟 二者之间获得的待遇却天差地别 刘翔被冠以民族英雄的礼遇 而他却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大众遗忘 人们也都不再记得这位亚洲唯一奥运万米金牌拥有者 刑惠娜 1984年2月25日 刑惠娜出生于山东省北方市 就如同大多数田径传奇那样 从小就展现出运动天赋的他 在去举办的中小学生越野赛上 被体校校长选中 在11岁时就开始了正规的训练 但又不同于那些传奇 1998年时 刑惠娜一举拿下女子1500米和3000米的冠军 扬名全国 许多大学的田径队纷纷抛向橄榄枝 开出各种条件邀请刑惠娜加入他们 其中就包括了清华大学 这里需要和大家交代一下背景 在那个年代 对普通人来说 上大学就是一件能改变命运的事情 何况还是清华大学这样的金字塔顶尖学校 只要刑惠娜点头 那他就能进入清华大学深造 但令人意外的是 刑惠娜挽绝了清华大学 因为他练体育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考入好大学 而是想在职业运动员这条路上闯一闯 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 他也想在奥运会上 向全世界展示他的名字 2003年1月 最终选择加入山东大学的刑惠娜 在省队中再一次提升自己 并且在那年还获得了万米冠军 5000米冠军 1500米亚军的成就 世锦赛上也获得了第七名 刑惠娜因此获得进国家队的资格 冲击奥运会 时间过得很快 雅点奥运会如期而至 刑惠娜顺利闯奥运万米决赛 当镜头给到刑惠娜时 他却紧张地四处张望 与周围显得格格不入 当然了 周围的选手 也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黄种人放在眼里 随着一声哨响 比赛也正式开始 两位黄种人和一位白人 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埃塞尔比亚的选手利用人数优势 交替领跑 保留体力 刑惠娜则是跑在倒数第二的位置 在比赛进行到中途时 另一位亚洲选手 孙英杰体力不支 调出了队伍 于是刑惠娜迅速跟进 来到了第一集团 紧跟着三名埃塞尔比亚选手 刑惠娜就这样一直跟着他们 当他们套圈一位又一位选手时 完全没有注意到 身后还有一位选手 直到比赛进行到最后一圈 刑惠娜开始寻找机会 单被另外一名埃塞尔比亚选手卡位 刑惠娜见机突破 超越了另外一名选手 来到了第二个位置上 同时没有并路内道 而是一直在外道 等待出弯道的事迹 出完弯道后 刑惠娜开始加速 逐渐超过了埃塞尔比亚选手迪巴巴 大不留心地冲向终点 迪巴巴此时也没有反应过来 以为刑惠娜是被套圈的选手 放松了警惕 没有与他进行最后的比拼 结果刑惠娜身披国旗 开始绕场庆祝时 迪巴巴同样也身披国旗庆祝 直到一旁的对手提醒 迪巴巴才反应过来 他并没有夺冠 埃塞尔比亚的教练组 前往技术台 一遍又一遍地输着刑惠娜的拳数 发现并没出错 人们才相信 原来黄种人也能获得奥运会万米冠军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在世界上极节无名的黄种人 竟然能击败一众长跑名将 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颠覆了人们对人种论的看法 原来黄种人并不差 只可惜这场比赛 许多亚洲人都已经不记得了 人们只记得流响的奇迹之夜 却忘记了这个同样创造了奇迹的行贿呢 忘记了这枚不输百米的万米金牌 我记得了这枚不输百米的万米金牌 我记得了这枚不输百米的万米金牌